红髮立生 慕心慕爱 几乎全场的人都响应 热烈付出来自新雅奖学金的获奖学生 他们多半家境不优渥 却从日常就累积行善 我们每次上山他就把他的零用钱 放在竹筒里面让我们带回来 买完早餐钱都会存进去一点 就算我们家很贫穷 但是我们也可以出一份力去帮助别人 家住高雄山区的学生还有小红 志工陪伴四年来 他经历母丧 资深远赴市区读大学的种种挑战 一个人然后就是紧张到我 就是内分泌失调那种 就是很可怕 就是一个小孩子这样第一次 就连公车都不会坐 然后就是有事故啊 就很安心像家人一样 如今他学习有成 就连奖学金的logo都出自他的手 走出困境的还有他 小山母亲是新住民工作不容易 妹妹又因病往生 才十九岁的她就得分担经济重任 很独立 你在工作的时候 一个姐姐就照顾妹妹 姐姐会照顾妹妹 她因此获得校替奖肯定 而这一年来志工鼓励下 获奖者数量大增 总共有715位的小孩子来受奖 比去年多增加了将近200位 奖项是鼓励更充满祝福 志工将持续陪伴 让小小心涯不孤单 大爱新闻 陈一珍珍乐平王光辉 蔡凤琴高雄报导 大爱新闻